处长走后,我看着陈景 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火速开始吧 嗯,怎么开始啊 傻啊你,你说呢 我摸出了采访本和笔 我听领导讲话录音,整理市委书记的讲话内容 你看录像,记录一下时间,地点 参加的市领导有哪些,调研的议程等东西 明白了吧 啊,好 陈景也是摸出了采访本和笔 我和陈景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录音整理和录像整理工作 我忘记了肚子的机场录录 也忘记了没有和秦儿说一声 看录像的时候,你要快进不必要的地方,不用记录 我边听,边又叮嘱陈景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我和陈景的工作都结束了 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写稿子 时间很紧张 我看着陈景 你写稿的速度慢 那我来吧 嗯 陈景信任地点点头 写完说你的名字吧 胡闹吧你 我便接过了陈景整理的资料 便对陈景说的 糊涂了吧 忘了马书记说的话了 我是不能参加重要正教采访活动的 陈景吐了吐舍的 知道了 我摊开稿纸对陈景说的 我写 你交对核查 一定别出错 嗯 于是我开始写稿 集中精力起来 我写完一张 就给陈景 陈景就检查 一个小时之后 稿子写完了 陈景也是看完了 我送了一口气 整理好稿子 定好 又仔细浏览了一遍 站起来 把稿子递给陈景 对陈景说道 走 赶紧去餐厅吧 我和陈景获速地奔往了餐厅 谢天谢地 那些市领导的车 他们还在呢 处长正在餐厅门口等着我们 将我们上来 迎了过来 市领导刚吃完饭 在休息室喝茶呢 那那个市委秘书长呢 也在那里 好好好 我忙对陈景说的 你抓紧去审稿吧 陈景急忙 拿着稿子 去了休息室 我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江主任 辛苦了 饿了吧 要不 咱先去吃点东西 厨长对我说的 我安排厨房 给你们俩 专门做的菜 咱们哥俩再喝几杯 你可是 很久没有来我们这里了 不了 谢了老兄 秘书长审完稿子 我们得赶快回去审稿子 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江主任啊 这话就见外了 要说麻烦 倒是我给你添了很多麻烦呢 我们集团的宣传 还不是亏了你吗 那这样吧 我安排服务员 把饭菜打包 你们带回去吃 那也好啊 处长去安排服务员 我站在餐厅门口等着陈静 一会儿 陈静一蹦一跳地 冲我走了过来 杨凉手里的稿子 不啦 过关了 秘书长审完了 很满意 签字了 哼 我彻底松了一口气 呵呵地笑了起来 好利路呀 感谢沈了 唉 江峰啊 不能感谢沈啊 我得感谢你和处长啊 陈静心有余计地说了 要不是今天你在 我就惨了 我哪里想得到这些啊 你呀 挽救了陈副主任哦 正说着呢 处长带着打好包的饭菜 就过来了 我和陈静再一次感谢处长 处长又专门安排了一辆车 送我和陈静回去 回到报社 陈静先去敲了稿子 然后和我一起在办公室里吃饭 这个时候 我们才想起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来 这个死小李差点害死我 接个电话都出错 饭桶 农包 陈静 农的火又是起来了 冷静点 事情啊 还没弄清楚呢 炸炸糊糊干人啊 别冤枉了好人啊 我边狼童虎咽边说道 哼 冤枉好人啊 不可能 这个小李平时办事啊 都是丢三落似的 这次肯定是他记错了 陈静越说越气 索性一按电话免提件 开始拨号了 我这就给他家打电话 这会儿他肯定在家 小李儿家是在市区的 家里有安装的电话 陈静很快就拨通了小李家的电话 啊 喂 哪一位啊 接电话的正好是小李儿 哪一位 这一位 我是陈静 陈静的声心气活活的 陈主任啊 有什么指示啊 什么指示 小李儿 我问你啊 今天那个市领导下午五点 有中药活动的通知 是不是你接的 是啊 怎么了 陈主任 那个通知是不是下午五点啊 是啊 是下午五点啊 五点到市委门口集合啊 胡说 是下午两点 我下午五点过去集合地点 什么人都没有 市领导的活动都快结束了 你啊 差点害死我啊 差点耽误大事 幸亏江主任想办法及时挽回了 啊 下午两点 不是啊 确实是下午五点 我记得清清楚楚啊 陈主任 你别冤枉了我啊 小李儿吃惊又委屈地说了 刘总明明是告诉我下午五点的呀 不信你问刘总啊 刘总 我一争 是刘飞夏的通知 刘总 是刘飞夏的通知 是啊 刘总电话通知了 他说他在车上出去办事 不方便把活动书面通知送我们 就电话通知了 刘总真真切切地说下午五点 然后就没说什么扣了电话呀 什么 真的呀 千真万确啊 我可以发誓的 小李儿着急地说道 我皱皱眉头 难道这是刘飞干的 可是刘飞不可能低能到 故意把书面通知念错吧 因为书面通知 是可以对证的呀 我抬起头 冲陈静做了一个手势 陈静议会对小李说道 啊啊 那就先这样吧 说着 陈静按死了电话 混蛋 是刘飞故意念错的 是他故意告诉小李儿错误实践的 他想陷害我 这个混蛋 我明天就找他算账 我要去马书记面前告他 你怎么告啊 刘飞要是就不承认呢 就说是小李儿记错了 你怎么证明 马书记是相信刘飞啊 还是相信小李儿和你啊 冷静一点 这 陈静愣了一下 接着愤愤地说道 难道就便宜了这个混蛋啊 我敲了敲脑门 思考了一会儿问陈静 马书记驾驶员的电话 你有没有啊 陈静忙去查 押在玻璃板下面 报射职工通讯录 这里有 他家里有电话 小李儿刚才不是说 刘飞下通知的时候 在车上吗 他一般都是在马书记车上的 或者去搬事情 或者去接马书记 这个驾驶员人品还是不错的 老实忠厚 和我们关系也不错 你打电话问问他 对 我从他那里找个人证 陈静说着 又用免提 开始给驾驶员打电话 我掏出了采访机 打开开关 放在电话机旁录音 电话很快打通 然后陈静就问起这个事情 驾驶员想了一下 哦 对 陈主任 是有这么回事 刘总坐我的车 去接马书记 路上 先走了市委办公室 拿了这个通知 然后就用大哥大 给你们记者部打电话了 啊 那刘总说 几点到市委门口集合啊 我屏住呼吸听着 呃 刘总说的是下午五点 啊 对 五点 到市委门口集合 我一惊 真的是刘飞啊 他竟然这么弱智 当着别人的面 打这种电话 陈静眼睛一亮 对着电话说道 啊 确实是下午五点是吧 哦 是啊 呃 刘总 开始确实是这么说的 呃 可是刘总接着又说 哎呀 不对 小脸 我说错时间了 你 你重新记啊 是下午两点 你集合 呃 下午两点啊 一定要记牢了 啊 对对对 呃 下午两点 呃 可别迟到了 哈哈 啊 一会儿 要及时把通知 告诉陈主任啊 呃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怎么了 陈主任 有什么不对的吗 我冲着陈静使了个眼色 陈静盲说 啊 没什么 没什么 我核对一下的 麻烦你了啊 再见 打完电话 陈静看着我 哎 奇怪啊 怎么回事啊 看来不是刘飞搞的鬼啊 听小脸的语气 他好像没撒谎啊 可是驾驶员说的话 好像也不是假的 刘飞确实是说下午五点 可是随即就更正了呀 难道是出轨了 我摸着下巴 没有说话 琢磨着刚才小脸和驾驶员的话 脑子里一边边地过滤 分析 陈静见我不说话 边低头几句吃饭 边看着我 我暂时没有吃饭 继续思量 可是我想了半天 一时也想不通这个事情 不由得有些头疼 这个时候 我听到抽屉里 发出吱吱的一声声音 我打开抽屉一看 有这本传呼机吗 我出去的时候 忘记带传呼机了 刚才发出来的是信息提示音 我打开一看 是晴儿下午五点半打来的传呼 风哥 你下午回家吃饭吗 我做好吃的给你吃 晴儿给我打传呼 我没看到 这会儿晴儿一定不在办公室了 只有待会儿回去给他解释了 我把传呼机放进了包里 寄取思量刚才的问题 陈静站起来 往我饭盒里边拨了菜 边说道 算了 先吃饭吧 这事以后再慢慢查 慢慢琢磨 你也饿了 先吃饭 多吃点菜 不管怎么样 今天这个事没耽误 没出事 万幸啊 万幸 难道还能是电话出轨了 我正在凝真思虑呢 陈静最后一句话突然提醒了我 我一拍脑袋粘了起来 对了 我想通了 这事我想通了 对 就是电话出轨了 问题就出在电话上 陈静被我猛的动作吓了一跳 看着我 电话怎么会出轨啊 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 我端起水杯 喝了一口水 刚要继续说话 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 秦儿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 我一看秦儿出现 马上就想到秦儿给我打传呼 我没回 秦儿不放心我 所以出来找我的 这一出来找啊 第一个地方肯定就是办公室了 我一时意识里有些紧张 我不回家吃饭 和陈静在办公室里吃夜饭 这个事情需要怎么样的 才能和这个秦儿解释清楚啊 怎么样说秦儿 才会相信 才不会生气呢 我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不能让秦儿生气 因为我想到 我和陈静面临的是秦儿 马上开始的怒斥和冷眼 还有 在我的思维里 我和秦儿之间 我需要努力做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让秦儿生气 不和秦儿发生争吵 能够和谐 和气 平静 平和 平凡地过日子 秦儿出现的时候 陈静正好往我放盒里 剥了菜 这个动作 很让人容易产生联想 不光是秦儿 就是别的女人 也会产生联想 特别是秦儿知道 陈静一直对我有那种意思 秦儿的突然出现 显然 出乎了陈静的意料 陈静一下子愣了 看着秦儿发争 或许 她也想到秦儿 会如何面对这一切 在想自己会如何应对 毕竟秦儿现在是我 名正言顺的女人嘛 而陈静 虽然自己一厢情愿 可是 却什么都不是 室内的空气 似乎停止流动 一下子变得很静 我们三个人 都是彼此互相看着 都没有说话 秦儿的脸色 红扑扑的 喘着气 想必是上楼梯 爬楼雷的 秦儿脸上的表情 是很显而易见的 愤怒 伤心 惊讶 可是很快 秦儿的表情 就发生了变化 在我和陈静 做出反应之前 陈静的呼吸 很快就平息了下来 脸色很快 由红色 变成了正常的 白里头红 嘴角慢慢地 出现了微笑 眼角的眉毛 弯弯 陈主任好 秦儿的声音 温网而动听 你们是在加班呢 吃加班饭的吗 真辛苦啊 风哥 加完班了吗 我来接你的 家里还有 我给你留的饭菜 咱们回家吃吧 秦儿的态度 显然出乎了 陈静的意料 也出乎了 我的意料 陈静反应过来 对秦儿笑着 啊 许晴啊 来了 来来来 请进 来吧 请进来吧 我也反应过来 点了点头 哦 来 秦儿 进来 坐一会儿 我这就忙完了 忙完我们就回去 啊 不了 不打扰你们加班了 秦儿摇摇头 依然微笑着说道 我下楼去院子里 散步等你吧 你们继续忙好了 秦儿这话呀 显然是话里有话 他明明看到我和陈静在吃饭 谈何继续忙 谈何打扰呢 陈静也是听出了这话里的意思 热情地走到门口 拉住秦儿的胳膊 哎 徐强 别这么客气啊 我们真的加完班了 正在谈一个小事情 没事 你才不打扰的 别客气了 进来啊 我可是真心邀请你到 陈静对秦儿的态度 和以前相比 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和秦儿结婚了 陈静死心了的原因 还是陈静担心发生误会 还是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不仅抵挡了大家的身体 还抵挡了大家的心灵 看到陈静对秦儿态度的变化 我感到心里有一丝意外 更多的则是欣慰 我对秦儿也笑着说道 秦儿 听话 进来 坐一会儿吧 我和陈静说完事情 再就回家 秦儿本来还笑着在抗拒陈静呢 听我这么一说 顺从地走了进来 坐到了单人沙发上 看来还是老公的话有分量啊 陈静打圈了一句 我看了陈静一眼 陈静的话听起来很自然 可是 我依然从陈静的眼里 看到了一丝失落和寂寥 陈静热情地给秦儿倒水 断倒秦儿跟前 细情 不 或许今后我该叫你嫂子 来 喝水 秦儿显然对陈静的热情感到了不适应 又有些受众落惊 忙接过来 谢谢陈主任 秦儿今晚表现得格外有理性 很沉静 很客气 不识任何礼节 然后陈静坐回自己的桌子前 看着我 江峰啊 你继续借着刚才的话说下去 陈静边喝水 边大大的眼睛看着我 显然也想听我下面要说什么话 我端起水杯 又喝了一口水 然后对陈静说了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重要的环节 电话 电话 电话怎么了 真的出轨了啊 嗯 我刚才反复琢磨 小脸和驾驶员在电话里说的话 还有你刚才说的一句提醒了我 对 就是在电话上 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文章 如果按照我的设想 那么这个事情所有的一团都能解释 你说 人静凝神地看着我 琴儿也是好奇地看着我 虽然她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这样说吧 我来打个比方 比如我是刘飞 我给小脸打电话 坐在车上 用打个打 我先给小脸说 下午五点开会的通知 说完之后 我的打个打 依然放在耳朵边 不动 右手的一个手指 摸到打个打 结束键 按死电话 这样小脸这一边 就听到我的电话挂 而驾驶员呢 是绝对不会知道 电话是挂了 然后我急去说 呀 不对 小脸 我说错时间了 你重新记啊 是下午两点你即刻 下午两点啊 一定要记牢啊 这些话 仿佛我依旧是在和小脸通话 驾驶员自然会认为 我下的通知 是下午两点 不是五点 这样以后有人问起来 对证起来 驾驶员就是个 有力的认证 证明我是没有错的 驾驶员为人老实诚实 报仇都知道 所以我会专门 故意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和驾驶员在一起 故意当着他的面 打电话 当然 我还需要善于抓住机会 抓住一切能够利用的机会 正好到市委帮公室 去拿这个通知 给我创造了机会 我一口气说完 陈静恍然大悟 一拍脑袋 是啊 你这么一推理 事情十分的合理 每个环节都十分的吻合 看来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事儿 是刘飞精心安排的 是暗算我的 是 忘记我以前提醒过你的吗 案件难防了 陈主任 刘飞精心安排的 你这么一推理